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鲁耀,你每天都那么早上班 我每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都害怕 就今天不害怕,因为你陪着我走 他母亲不在这边,母亲是在乎里的 然后爸爸六点多一点就得出去上班 他要去晚了就没有地方发车 然后我就得找点到他家 没人看孩子 然后孩子是八点上学 我在他家里边就待一个多小时 把他送上学,我就回来了 辛苦,辛苦 睡觉 睡觉 好,他就走了 那他就走了 哪一天老得呀 睡醒了 嗯? 那是我学的 嗯? 你得睡一会儿了啊 我能睡一个小时差不多 来一会儿了 技臣 还是大部分子 事实 能够跟我去学校就不错了 有时候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 爸妈,尤其妈妈,你说挣点钱吧,还是弄得好可怜 我说手 你说手吧 一 八 你出我了 重心数,那里边拿出来重心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八 六 六 七 七 八 九 没了 零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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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天三个工做了多长时间了 这个三个工就是 就是一年了就一直是这么做的 因为他气场老了 去到儿子家了 他说他今天晚点回来 要我们晚饭吃 还没回来 好 要不我先在这儿等 你先在这儿等 好的 好的 那你是哪一年来美国的 我97年来了 97年来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来 那时候是来讨债的 什么来讨债 我先生来这边做生意的时候 被人骗了 然后家里边的钱都被人骗没了 就是没办法了 陪他来讨这个钱吧 可是钱也没讨着 人也没就找不着了 他在I-1签证我是等一家属 就签个证就来的 不用了什么的 然后那个时候两个女儿也都签了 他女儿很小 才二十二三个月吧 我记得 还吃奶奶 还没有进奶 然后签证都签完了 签完了后来想要来的时候 就很担心 我怕生存不了的 这边就把孩子愣家没带过来 然后就我跟他一起来的 那时候就是我们也住了一个 很小的房间 什么也没有 我老公也找不着 我也找不着 我们都是大陆的 尤其是我们是北方人 只不一种语言 来这边特别吃亏 就像你说的 你什么都可以 可是你语言不行 没用 是不是 那我们在这边 什么也做不了 任何一家店 做什么都需要两种语言 你或者会英文 你或者会福州话 或者是广东话 都可以 可是我们啥也不会 走了几家指甲店 都不要我 做几天就被吵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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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一直被吵掉 就找不着工作 这边 就特苦恼 那时候 后来我想那别的 我做不了 我就洗头还行吧 我就去了那个理发店 就是去搬洗头去了 这样 去聊天洗头 也你都不要 你不会 我这大陆也没做过这个行 这大陆都是做老板的 就是都是支准的 可是来这边就给人洗头 平时你站的那个知识 人家看着都缩你 对 那就是赚了好多家 最后那家老板娘 算把我留下了 留下的原因是 这老板娘是 她是想要我去做按摩 对 因为那时候还比较年轻 三十几岁 然后她就是想要我做按摩 可是当时我不懂 我在大陆也没听过 按摩这个行业 97年好像没有那么开放 我都不懂的 来这边做按摩我也不明白 那我就问那个老板 她说那我也不会 她说我教你 就问她 按摩怎么回事啊 然后那个小费多不多呀 洗头小费可能能拿两块钱 然后一问她那时候说 还不错啊 十块二十块啊 有的人能拿五十块 哎呀我们拿这么多小费呀 只是没说 心里边就放了心上了 那我看她拿五十块钱小费的人 还没我年轻呢 你没来美国之前 在国内都做过什么工作 在国内 在国内最早的时候 我和老公就是开餐馆了 开了几年餐馆了 然后来餐馆就不做了 不做了以后就开旅馆 后来旅馆开到几年以后 不做了就来美国了 坐的时候呢 我才看到里边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 纯正的按摩 我第一次做工的时候 我就吓到 我没见过 里边一张床 男人进去了 都是男人 我没看到女人 都是男人进去了 洗葱了凉进去了以后 一死不挂地躺在那边 围个毛巾躺在那边 我当时一看到我就不敢下手 不知道该怎么弄 这怎么做呀 也不知道该怎么弄 也没见过 老板娘也不进去告诉 那客人他告诉你怎么做 他是常来这边的 告诉你 你先做拿拿拿 我知道那个顺序 可是做到后来 就不敢做了 客人要求就多了 那我就当时真的是 就吓哭了 我自己是很觉得心里很委屈 我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在这个房间里 我当时就哭了 我也没做什么 就哭了 那个客人还比较 通行搭理 也没说什么 起来穿上衣服 就很生气 说我从外州回来的 半个月回来一次 想来放松一下 你去今天 在我那天哭了半个小时 算了算了不做了 起来就走了 然后呢 给我扔了20块钱 小费 拿这20块钱 后来我出来了 我就挺委屈的 不怎么想做 可是不怎么想做呢 回家以后又想想 不做做啥呀 做什么吧 人家洗头 洗了一天也拿不到 十几块钱小费 然后做按摩 那一下他就给我扔了20块钱 是不是 我说一天要做三个 我哥哥给你能拿到百八十块钱 并且还有那个分账 想那就做吧 最主要是我两个女儿在大陆 我那小的刚刚寄奶 才二十几个月 我就很想快点回家 就是快点把那个载浑上了 看这孩子小 赶紧回家的分账 喝出去了 就去做吧 但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 就是说做到后来的情况 只是想到反正大不了你就是 摸摸吧 抱一抱吧 就是这样 就是反正你去 就是能拿到行不小费就可以了 然后目的就是为了钱 快点回家 可是后来做来做去人家会改变你 人家的心会变你 你知道做这个工 做久了以后 他和客人之间会有感情的 他每次来的都找你 每次来都找你的时候 时间有了 你会有感情 那这个客人一直这样找你 他有额外的要求 你就没有办法拒绝 就变成这个样子 到最后就做到就是说 你只要反正 不管怎么说我得要拿钱 对 目的就是反正我得拿钱 我不管你是怎么看我 三年以后呢 我是生活上面有很多的问题 我就没法活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 然后我才更寻求神 因为我真的没办法活 跟神讲啊 我要明白你啊 圣经我怎么看都看不懂 我跟神讲 我明白一点啊 但是我就很兴奋 原来真有神啊 我以前只是觉得像个故事一样 像历史 以色列的历史啊 怎么看到我 可是到后来我就很后悔 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寻求 所以现在孩子们就不怎么看圣经什么的 我就很着急 有时候就说他们的 你别浪费了大好时间了 你这时间都浪费掉了 基本上都在八十层吃饭 中午饭 因为你忙完这个 马上干那个的时候 就买个面包就在那儿 你没的 你们了 我们俩到了 这麽又没有 那样不大 我赶紧 我买的 我买Q90 我买了 我买Q90 我买了 我买Q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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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我都没有想到得罪我自己 我自己就想,哎呀,反正就是这破冠破摔了 谁也不知道,以为别人不知道,就没有人知道 哪知道神知道这件事情 哎呀,后来真的是,就是我家里边住进一个主内的弟兄 他跟我讲的,他就是说,犯罪是得罪上帝了 然后他就带领我祷告,说你向神验罪举改吧 然后我就向神验罪悔改 当我真的知道是得罪神的时候吧 我就向神验罪悔祷告嘛 哎呀,那个罪也多得不得了啊 我以前没有想过,我这有这么多罪呢 一生一世先上自己,一生一世交谱不离 我以前没有想过,我以前有想过,就有这样的亲爱 然后我现在有想过,就有这样的亲爱 我认识自己的问题 我知道是自己的问题了 没有办法 因为不愿意是神的 我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问题 没有神的人 只能看到是对方有问题 我自己有问题我不知道 况且我知道 也不承认是我的问题 都是你的原因造成我的问题 是这样的 所以那时候就没办法对付自己 那觉得说我丈夫 他也走不出来 他现在赌博里输了很多钱 然后又看到 我知道我自己 我的那个情况 做了什么很多 就是对不起他的事情 本来他是很爱我的 可是这样对他 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我这样一个人 所以说这么多年 也是我觉得 我实实在是对不起我赵 我真的是对不起他 他没有杀了我 我还真的外心不过 我就跟神讲 我不会在现有那种环境当中 也不会去再搞什么婚外情 也不会再去做一些 就是说不合身心意的工作了 然后我都跟神讲 我说宁可我去逃犯 带孩子逃犯 我也不会在现那样的一个行业里面 我要爱好向你赞美成仙 永永远远 赞美不停 永永远远 我要开口向你赞美成仙 我要开口向你赞美成仙 永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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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